寶貝表演藝術的極性是一個人要說出所有角色的聲音 所以小聲出來的時候,他要極小聲的聲音 你如果當作女生的時候,他就要改變了 一直輸相,一直親 如果老花出來,一直輸相,一直親 如果醜角變成,嘿嘿,一直輸相,一直親 所以是這個恩書要讓寶貝生命 台灣的寶貝有幾個重要派遣 北部地区的寶貝,比如說像小溪源系統 什麼前溪源,真溪源,你如果看到什麼溪源 就像是孤翁的溪源派 另外這個派遣就是宛蘭派,像李天路的系統 你如果看到這個宛蘭就是李天路的派遣 中南部地区最大的派遣就是五周圓 就是紅海帶,紅鎮農派遣,一直到現在的霹靂布在市 這都是瀉魚所謂的五周圓的系統 另外這個呢,是在塞磊,叫做新興格 劇團的名稱叫做什麼格,什麼格 那就是瀉魚這個新興格的系統 本來這個派遣也都不一樣 比如說五周圓的系統,他就特別非常重要 那如果像台北的這個宛蘭派遣這些西元,他們是著重超偶技巧 超偶技巧 那外派遣,他們的中歷史劇 那外派遣,他就以演減稽票為主 所以每一個派遣,他們的技術都不一樣 那補得遣,在現代社會裡面,他是跟隨整個時代的脈動做調整 最早的派遣就像這樣,這麼小 那這麼小的就是它的著重超偶技巧 對吧,超偶技巧 那後來這個派遣在外台演出的時候,他就長大了 那為什麼派遣會長大? 因為頭比較大,後來觀眾看得清楚 像剛才那種古典部來市 觀眾就不太清楚看到他的動作和他的身段 後來呢,入到內台,他又加倍長大了 各位觀眾朋友,你在現代,在電視上面看到的 像這樣,多大小 但是他的臉變小小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用現代的鏡頭給他特寫 古典部來市,他著重的超偶技巧 因為用手掌來超偶 像這麼大小,他就沒辦法走路 所以他就變成要用剪接和合成 所以每一個時代,報的戲的表演形成都不同 報的戲最早的影子是收容南冠 南冠非常的典牙 主佛共鴻 但是這個南冠影子因為不符合到台灣廟會需要 台灣廟會要留在滾滾不是要典牙 所以到那裡有所謂的北館布袋寺 角色出來的時候開始說 李華東 四行 就是北館布袋寺 到那裡我們中部地區還有所謂的潮調布袋寺 就是演唱潮調 到那裡還有什麼寡調的布袋寺 所以像李天錄的陰箏寺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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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 這個電子配樂所以在音樂上不一樣的攝影師寺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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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 北京的寶貝與金宮寶貝 在寶貝與人聯合演出 所以很期待 第二檔 水鬼 寶貝 這是台北無憂局團 也是尚以傳統高點的寶貝的表演 第三檔 千年幻念 這是廟山寮哉治愈的故事 這檔是由我們台灣風洞、武林、驚洞、夢高的 曾雲林閣和鄉港的浪人巨堂 因此聯合演出 所以這三檔戲都可以說 是報的戲裡面的經典製作 也歡迎所有觀眾朋友來觀賞